如果這樣我們就開始好了 OK 那 今天這個是第六章 這個Point location Knowing where you are 太好了 比如說等多了五分鐘應該會有更愛 對啊 還是多了一個 OK 那 呃 現在 就是 呃 先在開始今天的課程前 先提醒大家 下個禮拜 禮拜四期中考 OK 然後那個 作業三期放在那個 那個LMS上面 請大家就是 看一下 那 呃 因為 作業三包含了 呃 上禮拜交的這個 那個 那一張跟 今天要交的這一張 所以 呃 呃 就是其實也 其中考也會 也會cover 那 所以 呃 就是 雖然它的Due Day是在 作業三的Due Day是在 其中考之後 所以 呃 但是還是希望大家在 其中考之前可以看一下 那些作業 那個 希望對你們其中考準備有所幫助這樣 好 然後 呃 呃 這個這一張的這個Promest Statement 是這樣子 OK 就是我們有一個地圖 OK 你可以想像說 呃 呃 就好像我們在有那個 那個 導航系統 對不對 導航系統裡面都放了地圖 對不對 那導航系統裡面的地圖 呃 其實我們以前就講過地圖 地圖 基本上在 我們的那個 資料結果裡面的表示是 一個 所謂的 這個Planet Subdivision 對不對 對 就是一個 一個Planet Subdivision 那直接講到資料結果 表示的方法就是一個 那個 那個 Double Connected Edge List 對不對 那 呃 例子來講 你可以想像說 呃 比較大的例子就是 譬如說 因為美國美國好多州 對不對 呃 呃 美國本土大概有四十九州吧 對不對 他就會把那個美國整個 整個國度分四十九州 那每個州裡面 他就有分county啊 ok county裡面再有分正嘛 ok city啊 或者說那個 tom啊 tom去這些東西 那台灣的話 當然也是 台灣有 有有有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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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室 ok 有十加室有縣 然後縣架 縣架 縣架 還有那個 然後再下來還有一些那個 那個 那個鄉鎮這些東西 就是他會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地圖 分成很多的區塊 那 那我們 那個 事實上 如果說你們在用導航的話 ok 你導航系統一打開的時候 最常看到的是說 你的導航系統必須要把 你定位出來 在地圖上定位出來 然後再把你在的附近 的地圖顯示出來 對不對 就是舉個例子來講 你現在在中立 在中央大學裡面 他就要把中央大學 裡面的地圖顯示出來 對不對 所以他必須要很快速的 有個方法很快速的 知道說 一個query的點 在我剛剛講的 navigation就是導航系統裡面 那個點其實就是你自己的 位置 你那個點 它是在哪一個face裡面 你要把那個face report出來 你要report那個face ok 在這個s裡面report這個face 然後這個face呢 會包含這個點 ok 那 那怎麼樣解釋問題 嗯 一種很直覺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把 一個這個點 的x座標跟y座標 分別來考慮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舉個例子來講 左邊看 左邊這是一個planner subdivision 對不對 它有好多的face 每一個包起來就是一個face 外面有另外一個face 對不對 那我們很簡單的做法是說 我們把這個 每一個點 每一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端點 頂點 我們都做一條垂直線 好不好 我們都做一條垂直線 那這些垂直線呢 它就會把這個這個 這個2D的平面呢 這個割成一堆的 我們叫slash 其實就是這個 條狀的這種東西 對不對 條狀的這種東西 那 那 這有很多條狀的東西 那這些條狀的這些 這些 這個這個 這個空間呢 它們都有左右的關聯性 對不對 譬如說你可以講說 這一條條狀 是在 這個比較細的 這條條狀的右邊 對不對 與此類推 對不對 你可以 它有左右關係嘛 對不對 所以呢 你既然把它分這些條狀以後呢 你是不是就可以 去看得出來說 嗯 譬如說我給你一個 譬如說我 我知道說是 它的座標是 X跟Y好了 OK 我可以把這個條狀的 這個 這個東西 存成 就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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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平 就是平衡的二元素 OK 然後呢 就是譬如說 大概 我把那個點跟 大概這個這個條狀 來比較看看 欸 這個條狀的左邊 我就在 左指數找 對不對 這個條狀的右邊 我在右指數找 OK 就是每一個 二元素的每一個點 表示的是一個 一條 OK 一條 OK 所以我這樣子找 是不是可以 在 如果我 N條這個 這個條狀 我是不是在 LogN的狀 的時間 我可以找到 哪一條 這個條狀 哪一條 是我這個 Cred點 是在那裡面的 對不對 概念上是不是可以 很快的找到這個 對不對 好那 那對每一條呢 我們把這每一條單獨把它拉出來 它是不是長這個樣子 對不對 長這個樣子 雖然它歪歪斜斜的 但是沒有關係 它這每一個小區間 它也有上下關係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每一個線段 把它當作一個比較的對象 我們只要看 譬如說我們 quare的這個點 譬如說 假設這個點 當作路的好了 我們就看 那個quare的點 是在這個 這個線段的上面 還是下面 我們來分開 來分成 左指數跟右指數來尋找 也就是說 我們把每一個 這個slide 這個條狀 它這個小區間 都可以 還是要用二元素來表示 OK 每一個點 表示一個小區間 那 因為我們可以比較 在上面 還是在下面 對不對 如果我們有n條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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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線段 那我們這也是 它不是在繞n的時候 我們可以找到 我們的那個點 是在哪個小區間裡面 對不對 對不對 這一個 一個蠻簡單 然後很直觀的一個做法 這個做法 的performance 好不好 其實很好 OK 它在X座標的時候 需要繞根的時間 在Y座標的比較的時候 也需要繞根的時間 但是這個可以分開來做 所以是繞根加上繞根 不是層喔 加上繞根 所以它的performance 其實呢 大概是 就是說 是這個 Tool search operations Mine research 那這NROKEN不是 不是那個search的時間 這個time complex 是你要建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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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 搜尋 所需要的時間 就是你要先做這個 對這個slab的左右 這個 這個 對每一個slab 再去做這個 每一個左右的二元素 那 它有個壞處喔 這個壞處 是我們基本上 比較不能忍受 什麼壞處呢 你考慮到 如果我們有N個端點 N個頂點 N個頂點 在最壞的情形的時候呢 我們的這個 這個 我剛剛講的 每塊每塊小空間這個 我們有 會有N平方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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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空間 對不對 為什麼 你現在看 你這邊有 四分之N的端點 這邊有四分之N的端點 OK 那這邊 假設我們這個 這某一條 我們把它切成N個 對不起 切成二分 應該是 對 這邊有四分之N的這個線段 OK 因為四分之N的線段的話 它每一個線段有兩個端點 對不對 OK 所以它有 它有四分之N乘以2 所以大概是 二分之N 加上這個四分之N 加上這個四分之N 就是 如果你有N個頂點的話 加持你有N個頂點的話 你最壞的情形 你可能會把空間分成N平方 這麼多個 這麼多個格子 注意喔 這個到最後你在那個二元平衡數的時候呢 因為你到最後每一個點 每一個格子都會對應到一個Node 對不對 每一個格子都會對應到一個Node 所以到最後你需要的空間 你需要的空間 到最後就變成N平方 到最後就變成N平方 雖然 也就是說 雖然我們在這邊 用這種直取直觀的路跑 它有它的優點就是說 它的時間複雜度 是N LogN 它的缺點是在說 它的 Storage的Complexity 是N平方 那 我要強調一點喔 這種東西其實還是看 你的應用在哪邊 舉個例子來講 如果說你現在是 你的這個應用是在你的那個 你的Desktop上面 或者是在Server上面 你的Memory不是 這是很便宜的 你Memory可能有個什麼 64GB 128GB 其實現在非常便宜 一個iPhone 6就128GB 對不對 如果說是這樣的情形 那也沒什麼了不起 你就讓它去 去去去去去去 去那個 這個Storage櫃 你就 那個代價比較高 另外就這樣做 它的好處是它這個 攝取的這個Space 這個這個時間是港帝的 是保證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做法 但是呢 如果說 我們現在要講說 譬如說 你現在是 你現在譬如說 在給那個 你公司是Gami 或你公司是Mio OK 你們公司專門做這個 導航器的 OK 基本上是一個embedded system 對不對 所以它那個空 它的記憶體其實 公司當然會 將本求利 你們大家都知道 老闆的習性嘛 對不對 就是 就是那個 越便宜越好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會發現 老闆對於 那個 那個一個 導航系統 要多裝個 一兩個 Gb的空間 基本上是很計較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我們 就 基於這個考量 我們會希望怎樣 我們會希望說 有沒有一個可能性 是 我們的空間 我們需要的空間 可以變少 然後我們的 Performance 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我所謂的 Performance 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我指的是什麼呢 我指的是說 它的社群 OK 也許沒有辦法做到說 那個 那個 保證是 落盆 但它至少 平均的Case是落盆 OK 我們希望做到說 平均的Case是落盆 然後它所需要的 Memory 就是說這個Storage Space 不需要的平坊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就是 這是我們 這一張 主要探討的 做法 OK 這樣講 大家可以接受嗎 可以了解嗎 OK 就是 我們這邊 對於這個問題本身 一開始有個 比較簡單 intuitive的做法 這個做法的缺點 是它的 Storage空間的 要求比較高 那我們希望說 用個 比較 用個比較 稍微不太一樣的做法 我們希望都把它 Storage Coast 壓下來 然後呢 在同時間 對它的搜尋的時間 不要太影響太大 就是 平均時間還是這麼好 OK 好 那 基本上 基本上 我們先去想一件事情 我們先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 你看 為什麼我們會有N平方這麼多的代價 這個空間的代價 我們會有N平方空間的代價 是OK的 呃 對不起 這個代價 這個小馬 呃 這小馬是OK的 但是呢 因為這一條線一拉 就往上一直拉上去 對不對 它就會切很多很多的小空間出來 對不對 所以 我們這邊就想說 欸 我們有沒有可能說 我們還是這樣切 但是 呃 對不起 我們 我們拉上去的時候呢 譬如說我們這個點 拉上去的時候呢 碰到 譬如說這個點 碰到 這條線 我們就停下來了 我們就不繼續往上拉了 OK 從哪裡這條線往下走 碰到這條線的時候呢 我就不繼續往下走 OK 從我腳上來講 我們做 跟這個做法很像 它的 它的 不一樣點是說 我們做一半 OK 什麼叫做一半呢 就是像這樣子 你看 我們這個 這個點對不對 往下拉 碰到這條線 我們就停下來 OK 這個 往上拉 碰到這條線就停下來 OK 這個做法跟嘎美有點像 但是呢 我們 我們特意就是說 碰到一條線 我們把它停下來 這樣停下來的好處是什麼 它的空間變少了 對不對 OK 它這個一小塊一小塊的空間變少 那 這邊有幾個地方 稍微討論一下 OK 第一個 OK 我們假設有一個 bounding box 這個bounding box 我們交到R OK 交到R 這個bounding box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這個 矩形的這個塊 這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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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光 它會把我們的這個 這個 這個 Planet subdivision 這個包在裡面 OK 我們這樣子 對我們後面討論會比較方便 OK 這個還好 因為我們就是 就是 例如多大 我 XY 就取最小 最大 稍微小的再小一點 大的再大一點 然後我們就做一個R 把它包起來 這很容易做 這沒什麼了不起 OK 然後呢 這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 我們有一些假設 對我們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我們有一些假設 OK 這個東西其實我們叫做 Trabezoidal map 英文大家可能不清楚 Trabezoidal Trabezoidal 是甚麼東西 Trabezoidal 是Trabezole的形容詞 Trabezole就是 梯形 就是梯形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這裡面的每一塊小空間 基本上都是梯形 為什麼 因為我們基本上是點 往上下拉垂直線 所以它的左右的那個兩邊 一定是平行的 對不對 因為垂直線 對不對 所以它上下可能平行 可能不平行 OK 我們不管 那至少一個四方 四面體 四面的這個 這個 四邊形 如果有兩個邊 兩個對邊是平行 它就是梯形 對不對 對不對 當然你說不對啊 老師這邊有 這種不是梯形 你看這個 這是一個三角形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三角形 你可以把它當作 梯形的一個 我們叫做 Degenerate case 就是它的那個 退化的情形 就是 你的梯形是 你某一個 梯形的某一個短邊 退化成一個點 OK 所以你可以把三角形 想成梯形的一個 特別的case OK 你可以把三角形 想成梯形的一個 特別的case 那其他都是梯形 其他都是梯形 OK 那 我們這邊有一些假設 我們 那個 有一些假設 是OK的 那有兩個假設 一個假設 OK 另外一個假設 我們會把它 移除掉 OK 就是 對我們現在的討論來講 我們這裡 我們先用這兩個假設 第一個假設 是non-closing 什麼叫non-closing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邊喔 你不會有這樣子 就說 兩個邊交在一起的 譬如說 有個這樣子的邊 跟這樣子的邊 你不會有兩個這樣子的邊 你說 當然有可能有這樣子的啊 說 這個地圖有可能有這樣子的啊 對不對 為什麼我說不允許邊交在一起 嚴格講起來 我們不是不讓它交在一起 而是說 當它交在一起的時候呢 我們讓這個點變成 頂點 OK 我們就把這個邊呢 拆 原來兩個邊拆成四個邊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然後這是一個 這又是另外一個 OK 其實 因為如果有closing的edge的話 我們就把它拆了 OK 把那個close的那個 那個intersection 當作一個新的頂點 OK 就是 我們不允許說 我們就是兩邊交在一起 然後這個是沒有頂點的 OK 我們不允許有這樣的行星 這個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東西做一個轉換 把這個量多一個頂點然後把它拆掉 這應該 這應該沒什麼問題 對不對 事實上在我們 如果我們存這個地圖 用這個planet subdivision的話 像這樣的點 我們在我們的planet subdivision 也必須要存一個頂點 對不對 所以 這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assumption 這個assumption 其實是很容易活得到的 就是很容易可以擁有的 第二個assumption 比較麻煩 第二個assumption 是這樣子 我們假設 沒有 沒有 兩個 端點 沒有兩個 我強調不一樣的端點 他們的 X 他們有同樣的X coordinate的值 他們有同樣的X的值 OK 我在想 我們不允許有兩個不一樣的端點 他們的X值一樣 OK 那這個地方呢 OK OK 就是說 像這邊 你說這邊有兩個 這個頂點 跟這個頂點 跟這個頂點 都是在同一點 對不對 OK 他們X值跟Y值都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是OK的 這是OK的 我們講的是 沒有 沒有 不會有兩個 不一樣的端點 那這邊的端點是一樣嘛 一樣沒有關係 好不好 一樣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說這兩個端點 是不一樣的 舉個例子來講 這個端點跟這個端點 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這個端點跟這個端點 是不一樣的 我們不允許 這兩個端點的X值一樣 OK OK 同樣道理 我們也不允許 某一個線段 在我們地圖裡面 某一個線段 它的兩個端點 有同樣的X值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不允許 有垂直的線段 OK 如果一個線段是垂直 當然它的兩個端點 X值是一樣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也不允許這樣 因為這兩個端點 當然是不一樣的端點 對不對 那他們因為垂直 所以兩個端點的X值是一樣 我們也不允許這樣 當然你知道 這個就不合理啊 一般的地圖 是可以有這樣的情形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這個假設 我們在後面 講完我們的演算法以後 我們會去講 怎麼樣把這個假設 把這個假設 挪掉 那我的演算法 還可以繼續 繼續 繼續 好不好 就是說這第二個 這個選擇 比較 比較麻煩 我們會 會討論怎麼樣把它移除掉 後面會討論怎麼樣 那我們在這邊講 這每一個都是一個T型 OK T型 簡單講它就有四個邊 OK 有四個邊 那在我們這邊的T型 OK 它的上邊跟下邊 一定都是原來 subdivision裡面的邊 OK 它的一個T型的上邊跟下邊 一定是原來 在這個圖形裡面的 的兩個邊 OK 因為我們是 那就是說 按照我們怎麼樣得到你的T型 上面下面一定是 一定是從原來的邊來的 OK 當然原來的一個邊 可能是好幾個T型的上邊 或下邊 OK 這個本身沒有矛盾 OK 那左邊跟右邊呢 它的左邊 OK 左邊可能是有一個點 來得到的 像這樣上下一個畫 對不對 這邊 這邊 右邊是這個點 往上拉 對不對 所以我們左邊跟右邊 我們是寫成這樣子 OK 這個這個這個 我們有Top 這個三角形 就是我們就是 就是 這是一個notation 我們說 它的Top跟Button OK 一定是 原來的那個線 一個一個線段 在那個 subdivision一個線段 那它左邊跟右邊呢 是表示成 LaptP OK 跟RightP OK 它一定是一個point 這邊寫P的意思 它一定是有一個點 來 貢獻這個邊 OK 先講一下這個notation 然後呢 有幾種可能的這個trapezone 的方圍 OK 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說 這個 這個是Top 這上面是Top 下面是Var OK 那你看 左邊的情形 你看 如果這是 這個我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退化的情形 OK 左邊就是縮成一點 對不對 但是縮成一點 還是有一個 有一個一點嘛 對不對 它有一個LaptP OK 那這邊是另外一個情形 就是 它的這個左邊 是由上面的這個 線段的端點 所提供的 OK 這個LaptP 是上面這個 線段的端點 另外一個可以是 它這個 這個點是 下面這個線段的 左邊的端點 對不對 另外一種情形是 這個 左邊 這個梯形的 這一塊梯形 這一塊梯形 左邊這個點 是由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線段的 右邊的端點提供的 OK 是由另外一個線段 伸到這邊來 然後上下又晃 OK 這個端點提供的 OK 所以 對左邊的端點 也有這種四種情形 OK 當然 對 右邊的端點 也有這四種情形 對不對 對 右邊的端點 當然 還有一點就是 你不會左邊端點也退化 右邊端點也退化 對不對 你左邊的端點 如果都退化 你就變一條線了 對不對 所以 其他的 這個組合都有可能 OK 大概跟大家討論一下說 這個 這個梯形的樣子 有哪四種 好 那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解釋一個 概念就是 就是 我們認為 兩個梯形喔 delta 跟delta prime OK delta 跟delta prime 我們認為它們是 adjacent 相0 這兩個梯形是相0 如果 他們meet along a vertical edge 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 舉個例子來講 這邊這個delta 跟delta one 跟delta two 他們 他們會 有一個 他們會 分享一個垂直的邊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認為 delta 跟delta one delta 跟delta two 或者 delta 跟delta三 都是鄰居 因為他們 有相0的這個 垂直的邊 OK 他們有共享垂直的邊 注意喔 我們這邊只講垂直的邊 所以 delta 跟delta four 是不是相0 不是喔 因為 他們 他們雖然說 有share一個邊 但這個邊 是 不是垂直邊 OK 同樣道理 delta one delta five 也不是相0的 不是相0的 蛤 蛤 蛤 T型 然後 同樣道理 delta one 跟delta two 也不是相0 OK 然後呢 我們前面不是有講說 我們不允許 我們的assumption two 我們不允許 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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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嗯 就是說 頂點 就是 兩個 或超過兩個頂點 他們有共同的x座標 對不對 他們share 就是不一樣的頂點 他們有同樣x座標 如果 如果 我們沒有這個假設 我們沒有這個假設 你注意到 這個delta 是不是可以有無窮多的 左邊的鄰居 因為這些 這些點都 x座標的一樣 OK 就是 我們沒有一個限制的話 這個delta 可以有無窮多的左邊鄰居 同樣道理 可以有無窮多的右邊的鄰居 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們有這樣子 我們剛前面有這樣的限制 就是 你的 你的 那個 你的 一個端點 它 就是說 你不會有兩個不一樣的端點 他們 跟那個x座標一樣 因為這個假設 你這個delta OK 最多只有兩個左邊的鄰居 同樣道理 這個delta 最多也只有兩個右邊的鄰居 OK 我們叫那個 那種 符合我們假設 就是我們剛剛假設說 沒有 不一樣的頂點 可以有同樣的x字 我們叫這種情形 叫做 general position 如果說這個集合 這個集合 這個集合 我們其實到最後 對我們的planar subdivision 我們就是去考慮說 它有幾個邊 OK 我們去看它有幾個邊 OK 那有幾個邊 那有幾個邊 沒沒沒 結果這邊 OK 這邊的頂點 如果說是 general position 其實它們不會有相同的x座標詞 那 那個 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一個 一個 提醒 對手 兩個左邊的鄰居 跟兩個右邊的鄰居 OK 如果說 沒有那個的上選 那就無窮多的鄰居 那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對我們後面的那個 那個 就是 會有影響 OK 所以呢 這邊就開始要講一個 很好玩的資料結構 我上一堂課就講說 我們 這一堂課要講 一個新的資料結構 對不對 那我上一堂課就講說 這個新的資料結構 我 我其實 覺得這個資料結構 是蠻有意思的 OK 這個資料結構呢 它叫 Trambezoidal Map Data Structure 那 其實 它這個 它是一個 Tree-like graph OK Tree-like graph 但是說 就是 好像一棵樹的圖 OK 那 Tree-like 這個Tree-like 是形容詞 所以 它不是一個Tree 好不好 它不是一個Tree OK 大家看一下 右邊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資料結構 就是我們左邊是我們 概念上所要表示的這個 這個 這個 Trambezoidal Map 右邊是我們實際上表示這個Tree-like graph的資料結構 第一點 先讓大家看清楚 它是不是一個數 它不是一個數 OK 它不是一個數 因為它有某些點 它有某些點 它有某些點 它有兩個parad 超過兩個parad 這個在數是不允許的 OK 那基本上 除了那些特別的例外點外 它基本上看起來 很像一個數 那事實上 它被使用起來 也像一個數 OK 也像一個數 我把這個資料結構 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OK 大家看一下說 這個資料結構是這樣子 OK 它的leaf note 雖然它不是數 但是 我們把最下面的點 就是沒有再往下走的點 我們還是把它叫做leaf note 好不好 就是 允許我 abuse一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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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minology 其實這個不應該叫做leaf note 但是好 它們直接 就是說這些leaf note 每一個leaf note 表示 這邊的一塊 好不好 我這邊的一塊 Trambezoidal OK 所以Trambezo只會出現在leaf note Internal Internal 出是什麼東西呢 Internal 有兩種 Internal 一種Internal 是表示點 一種Internal 是表示 線段 OK 那表示點的呢 基本上 點 我剛剛就講完 點基本上就是 你會上下畫一條隨直線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如果說是一個點在裡面 你 你 你的右邊的空間 就是往 右直處走 左邊的空間 就往左直處走 OK 那 再來 如果是一個線段的話呢 OK 你上面的空間 就往左邊走 你下面的空間 就往右直處走 OK 所以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之所以降低 是為了什麼 還是去找的話 是為了要做search 大家 記不記得我們一開始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一開始是 我們有一個query point 對不對 我們要知道說 這個哪一個 travizal 包含我們的query point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要能夠很快速的找到 哪一個travizal 包含我們的query point OK 所以呢 我們其實我們要走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隨便給 譬如說我們給 query point 假設在這裡 好不好 OK 我隨便遲一點 其實在這邊 齁 你從上面p1下來 你看 你跟p1來比 p1在這邊嘛 對不對 這是p1 對不對 你跟p1比 你這一點 是不是在p1的右邊 對不對 是不是在p1的右邊 所以你就知道說 你要往右直柱走 對不對 你要往右直柱走 OK 好 右直柱走 看到q1 q1在哪邊 q1在這邊對不對 q1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呢 你這一點很顯然 在q1的左邊對不對 所以你要往哪邊走 你用左直柱走 對不對 好 再來s1 s1是這個線段嘛 所以你這個點 你只要判斷 你這個點是在s1的上面 上面還是下面 OK 判斷起來在s1的下面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就往左邊走 欸 往左邊走 你就到b2 對 下面 所以從右直柱走 右直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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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p2 所以再一次 你跟p2比較 你在p2的左邊 右邊 你看 你這個點跟p2比 你在p2的左邊對不對 所以說你往p2的多直柱走 你p2往p2走 它是c 對 有沒有 它就在c這邊 對不對 好 我們隨便再舉個例子 我們選這個點好不好 這個點 我這裡選這個點為什麼 f你看 f是不是有兩個parent 他有兩個父親嘛 對不對 你看 我們隨便選到這個點 選到這個點 我們看他會不會幫我們到達m 好 你看喔 我們從p1 他在p1的右邊 所以往這邊走 q1 他在p1的左邊 所以往 對 p1在這邊 他在p1的右邊對不對 所以他往p1的右邊走 q2 q2 在p2的左邊對不對 左邊 所以他往左邊 p2的左邊走 s2 他在s2的下邊對不對 所以他走s2的左直柱 對 右直柱不行 右直柱 所以走到s 對不對 注意喔 如果我現在虧度的話 你是在這一點 什麼什麼 你看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看 在這邊的話 p1往右邊走 q1 你就會往左邊走對不對 ok s1 因為你在s1的下邊 所以你往 右邊走 ok 然後p2 你在p2的右邊 所以往右邊走 s2你在s2的下邊 所以你往右邊走 所以是不是 你也可以到f 對不對 根據你在f的不一樣的位置 你會走不一樣的路徑 但是你都會到f 對不對 你都會到f ok 這個是很有意思的一個資料結構 你看我剛剛的走法 它是不是很像binary search 基本上它走的那個方法 跟binary search 基本上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對不對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它的不一樣的地方是在說 它不是一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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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來 下一個問題怎樣 下一個問題是 下一個問題是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 這個 這個資料結構 建構出來 什麼要把這個資料結構 建構出來 ok 我們建構的方法 其實比大家想像的還簡單 比大家想像的其實還簡單 看起來很複雜 看起來這個很難 好像很難 那事實上它建構的方法 其實其實比你想像的簡單 基本上是這樣子 ok 我們基本上是把這些線段 一個一個加進去 ok 一開始 你就做一個bounding box 那bounding box bounding box 是一個長方形 對不對 長方形也是一個trapisol 對不對 也是一個t型 對不對 所以它也是一個 一個 root root 它也是單一個點 對不對 單一個點 ok 然後接下來 隨著你加線段 它就會把前面的那個trapisol 做分割 它怎麼分割呢 它怎麼樣處理這個資料結構 它基本上是這樣子 ok 你trapisol intersect 你把s i 就是你現在一個一個加 你每一個s 就是每一個線段 每一個線段 一次加一個線段 ok 從s1 s2 s3 1加到sn 假設我們n的線段 ok 那我們加s1的時候呢 我們把 它跟 它跟 原來在原來那個 資料結構裡面 就是 看起來像樹那個圖的那個資料結構 裡面跟 s1 相0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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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這個trapisol ok 都 都刪掉 ok 就 inserted by must be 所以 就是說 我們要把這個相0的 就是 會跟這個trapisol 會跟這個 新加進去的這一條線段 跟它 會通過的 這個新加進去的線段 會通過的trapisol 都要 都要 都要把它刪掉 刪掉了以後呢 我們再把 新建構出來的trapisol 加進去 ok 那所以 我們要怎麼樣找到 那些 就是 我們需要 就是 怎麼講 就是 這些trapisol 就是 要刪掉這些 這些trapisol 注意喔 我們要加 我們要把那個 譬如說 我們在這邊 這是原來 實線的是 我們原來已經加好的trapisol ok 那虛線是 我們下一條要加進去的線 那我們要怎麼看說 原來的trapisol ok 原來的trapisol 有哪些 t形是 跟這一道線 會有相交的 ok 我們一開始 要做的事是 我們要去看說 這個線段 這個新加進去的這個線段 左邊的端點 當然你可以 從右邊開始 就是 我們總要選開始點 我們假設選 左邊的端點 左邊的端點 它落在哪一個trapisol 裡面 這有沒有聽起來很耳熟 很耳熟 這是不是跟原來要處理的問題 一模一樣 我們要找哪一個trapisol 包含這個 左邊的端點 對不對 我們要尋找 一個trapisol 來 那個是包含這個點 這跟我們原來要處理的問題 是不是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 我們原來的資料結構 的那個search 就是原來那個search的方法 就可以幫我們找到 是這個trapisol 包含這個 左邊的這個點 短點 對不對 OK 先找到這個點 OK 我們可以找到這個 左邊的這個trapisol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要找到說 OK 它跟鄰居 它一定 它這個相交 OK 要不然的話就是 它在這裡面而已 要不然它如果會交過去 它一定是跟它的 他的所謂的 adjacent trapisol 相交 它是一個相鄰的trapisol 相交 OK 譬如說這個 它交到這邊 然後這邊又交到這邊 看這個跟這個是不是相鄰 這個跟這個是不是相鄰 這個跟這個是不是相鄰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看說 那相鄰有可能 我剛剛講過 你一個 譬如說 它的右邊的相鄰的trapisol 有可能有兩個嘛 對不對 有可能有兩個 那當然這邊是只有一個 OK 那這邊只有一個 那當然就檢驗它 是不是在這裡面 如果 如果還超過的話 那譬如說 你現在有兩個的話 你這邊的話 就determine which adjacenttrapisol OK interceptsci 你知道check這個 rightp 就是 it's abovesci 就是說 你看 它的這個 這個右邊的p 你看這個 這個trapisol 它跟這個相鄰 對不對 它的右邊的point 是不是 above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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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點 是不是在這條線上面 對不對 如果這一點在這條線上面 這個 trapisol 就跟這個相鄰 同樣道理 這個點 這個點在這個trapisol上面 是在這條線段上面 所以這個trapisol 跟這個線段相交 OK 那這一點在這個trapisol上面 所以說這個是trapisol跟這個相交 這個點 這個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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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yp 也是在這條線段上面 所以這個點 這個trapisol跟這個線段相交 那你看 下面一個 下面一個 它的右邊的這個p 是不是在這邊 這個p就不會在這個上面 對不對 這個點已經不在這個線段上面 OK 我們上面是說 它們 它的x的那個 範圍 要在這裡面 根本不在這裡面 所以 所以 這個就沒有跟它相交 OK 所以 只要解約它的 rightp也沒有在那個上面 你們在那個 新加訊線段上面 就 就可以那個 就是說 判斷這個 它的右邊的trapisol 哪一個 都跟它的相交 那這邊有一點 小小的地方 要不要再講 就是說 欸 你可以想說 為什麼這條線不會往下跨過去啊 它為什麼不往下跨過去 它為什麼不往上這樣跨上去咧 它一定會這樣子走 為什麼不往下或往上 同學記不記得 我們的第一個假設 第一個假設是什麼 no close edge 對不對 no closing 對不對 因為是no closing 所以你這條 加上去的時候 你不會 衝下去啊 你最多只會跟 這條線相交 是平的對不對